用自己的雙手将台南指标历史建筑零百货 一步步组装起来 这是手办物的人气商品 运用对环境冲击最小又可回收的木材 加上DIY的手作乐趣 赋予伴手里核心的生命 不过要做出这些商品可不容易 主要我们会比较困难的地方是说 因为像古迹它有一些结构 或者是形状它会比较特别一点 所以我们设计师去拆解的时候 他要花时间去拆 那第二个是说因为我们的建筑物 它是很大一座的 那我们在把它缩小的过程说 我们要去考虑到它的材料的厚度 那哪边要增加哪边要减少 去把它进行一个最完整的还原 由八十年历史的青草店第三代 所开创的卖草人家 说是希望将传统文化价值延续 更期盼能拓展到国际 我们希望把台湾最传统的青草台推广出去 那我们家已经是八十年的青草店了 对然后老板是第三代女儿 然后他希望他不要失传 藉由青草去融合艺术生活 成立六年的你好工作室 则透过插画主角湖基带给消费者温暖的慰藉 你好工作室它是以一支湖基最有IP的主要角色 那它是以原创的插画 然后结合生活上的灵感 然后做成像我们的插画绘本 然后还有文具还有生活杂货类型 因为我们觉得原创插画手绘的 是有一种温暖的能力 然后想要让这种温暖的形象 可以让更多人在生活中感到更 就是有温暖的感觉 请翻转 这是台北市文创品牌 亚洲区国际拓销记者会现场 由台北市文化局长蔡世平领军 率领创纪录的37家台北文创品牌 前进国际市场 到日本东基 马来西亚 槟城 及香港这三大城市 展现台北的文化底蕴与创意能量 比如在日本我们可能重视的一个 更成熟的市场 那你要接受日本东京这个市场的挑战 是压力很大的 那香港是一个国际橱窗 那国际橱窗的口味就是非常的百花开放 所以我们就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文创的业者 有机会在那里被国际看到 那马来西亚是我们的一个南向政策 而且马来西亚的华侨一直都是 台湾的文创商品非常重要的一个爱戴的市场 所以这三个不同的切入点 我想也证明了说 我们能够挑到37家 针对三个不同的市场 我想都意味着台湾的文创的商品 文创的市场是越来越趋向成熟 经过严选的文创商品包罗万象 也出现许多胜利军 让以作为平台秩序的台北市文化局长 蔡思平深受感动 每一次看到这些产品 这些商家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兴奋 因为都有新的人在往前走 那新的人往前走就意味着 产业有生力军 意味着文创创意的部分有不断的人在涌进来 那我们政府部门跟民间要搭平台 把平台搭起来了 很自然的大家就会看到台湾的文创商品 受邀前来的台北市青年局局长英伟 也被琳琅满目的文创商品深深吸引 直说可以当作赠送外宾的礼物 成为台北递给全世界的名片 如果看到那个神话岩 这个用十二生肖来做一些创意的发想 然后做一个很好的背景 我觉得其实这样 就是青年局以后要送给我们的访兵的礼物 乃至于我们来推荐到市政府的各个的局处 都希望可以是这些有很好的 不管是环保永续的概念 或者是文化创意的商品 希望能够让它不只是商品而已 还可以变成台北城市的名片 英伟也细数青年局的各项青年创业奖励补助措施 强调要当青年创业的坚实后盾 假设你现在是一个创业之前在考虑的年轻人 那也可以来找我们来进行一站式的整合式的咨询服务 第二个如果你已经是有很具体的想法 想要把你的商品去具体化 那你想要开业了 那你如果需要资金 我们就来用青创贷款来提供 我们这边提供所有申请的服务 也希望能够让大家很方便很简便的 能够取得你的第一桶金 最重要的是第一礼路把它给走好 那如果到了需要展销 要拓展市场的情况底下呢 青年局现在大楼里面 未来也会拓展更多的展点 希望能够来扶持协助 特别是其中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年轻的创作者 他们的商品能够来到我们的不管是斜杠商店街 还是我们其他接下来希望能够开展出来的基地 最后如果你在想的是要出海 参加各式的展览 甚至是你的产品能够代表台北来参加竞赛的话呢 青年局这边会有一个制度化的补助要点 带着年轻人一起到海外 来宣扬台北的威力 台北的魅力 让台北独特的美 让全世界都可以看见 负责执行台北市文化创意产业福祉计划的 松山文创园区方面表示 今年将通过国外拓销 商务交流及考察参访这三种方式 进行国际市场销售 让台湾品牌能更贴近当地消费样貌 促进国外市场商机 国际拓销大成功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